林志颖,一步之遥,追梦音乐剧作,金曲歌王林俊杰操刀助阵。 粉丝引颈期盼,霸王及旋风林志颖强势回归乐坛,推出最新单曲,一步之遥,与粉丝欢度出道25周年,新歌杂下超过千万高规格打造,邀请到金曲歌王林俊杰制作团队录音,MV近来张实林导演曹刀, 二度获得金曲将最佳音乐录影带肯定,拍出超过百只以上经典广告作品,曾为张学友,吴月田,蔡依林,张慧妹等天王天后拍摄MV,即便进来先少拍摄MV,这次听到是林志颖要拍摄新歌,立刻答应接下这个歌坛不老传奇案子。 张实林导演结合林志颖喜欢车子,加上歌曲25周年异议,决定以露天电影院为概念,喊出口号人生就像一部电影, 每个人都为了梦想奋力演出,你的梦想有多远?跨出一步,距离梦想就更近一步。 导演指出,林志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和时代性,这是其他艺人无法取代和比较,林志颖有这一份独特的影响力, 这支MV传达多年来带给粉丝的正能量,号召所有人一起去共赴这一场25年前的约定, 在前往复约的过程中,所有人跟随著林志颖的歌声,回顾了自己过去25年的人生成长史一般。 MV打造放映人生电影的露天电影院,林志颖亲自参与构思讨论一步之遥主题精神, 对于林志颖来说,想要踏出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一种挑战, 他把人生中可能面临一步之遥的励志小故事,巧妙地安排在MV中, 从人一出生,婴儿学习走路踏出第一步,到小孩扶住学乎车, 从上学开始学习脚踏车,成年学会摩托车,出社会学会开车, 各行各业不同的车,从个人到家庭的车,换车同时向正人生踏入每一个不同阶段。 MV更安排三个追逐梦想的小人物,一位是从世界拍的女魔,为了理想, 生活必须在街头换衣拍照,得克服不畏惧路人异样的眼光, 一位是辛苦的洗车工人,虽然每天接触许多个豪华名车, 但却没有一台车是属于自己的,每次目送客人把洗好的车子开走, 只能羡慕又迷惘反问自己,什么时候才可以拥有一台自己的名车, 最后是一位打拼多年的街头舞者,虽然一直努力练习争取演出机会, 但何时才能人梦站上舞台,甚至与自己偶像同台表演。 MV二大场景也是值得介绍,为了这一支广告规格的大制作, 林志颖连续上宫拍摄了超过48小时,第一天先是拍摄舞蹈场面, 邀来合作多年的老师大幕编舞,特别设计不同以往的编舞方式和走位, 打破传统台舞风格,林志颖为此下足功夫练舞, 就是要呈现给歌迷不同以往的新鲜感。 导演特别打造美式的新复古舞厅,露天电影院, 巧妙利勇美式的招牌和霓虹灯贯穿二个内外景。 为了营造出媲美好莱坞的露天电影院, 一共动员了超过70多台的各式各样车辆, 还有超过300位以上歌迷,车友驻镇, 片场摄影师和制片组都对现场各式跑车, 名车阵仗惊为天人,甚至有人拿出计算机推算, 当天总值高达新台币10亿, 绝对是纪念华语乐坛最高规格的制作, 不知情路人还以为当天拍摄的是《玩命关头》, 《变形金刚》等电影, 没有想到一支音乐录影带可以动员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, 拍摄前半个月台北几乎都是阴雨天气, 所以当天停车场草地还是拧拧状态, 爱车如命的车主为了力挺林志盈, 二话不说大方把车子开进泥地, 退场时甚至有好几台车卡在泥地中, 只好叫来转汉帮忙推车, 大伙忙到半夜才顺利把车开走。 拍摄前更花了一个多月与林志盈25年来的忠实粉丝联系, 有粉丝从学生转为父母身份, 最后选出了三组代表性歌迷参与, 有女歌迷带着老公一起受访, 有千里迢迢专程跨海飞来的香港粉丝, 还有中南部的歌迷组团北上力挺, 各自带着珍藏的合照,收藏, 重新温习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, 现场热情分享支持甚至激动落泪, 林志盈相当感动, 觉得今天能走到这一步, 他为歌迷的付出感到骄傲, 同时也希望自己的成为歌迷们的骄傲。